云荒之间尘焰散尽 明暗日光虚无伴有异 这似是而非的环境 虽乃一曲倒影 往昔掠过沉睡大地 恍若旧梦飘野这几里 昨天已冰封的回忆 既待揭开风雨 情中无你也无归期 追寻地深仰望的距离 日月潮汐无碑无息 明明流转来去 已如期 记得忘记 荣耀的岁月 沉变了记忆再散去 2 dell目的了 2 2 2 小人 可恐丧了 可恶 只会放盗了 是没骄人 却为了兵族如此卖密 要打扰看看 你的心是怎么长的 等等 谁干的 允欢 可恶 先杀了他的亲信 替听偿命 别杀他 他是 我是笑 你就是听那个叛国的姐姐 身为娇人 却对兵族言听计从 征天军团队所有服役的娇人 都使用了傀儡虫 他们只会服从 不会思考 我没有服用傀儡虫 我是资愿跟在少家身边的 倒是叛离的彻底 跟你妹 完全走了两条路 兵族背信弃义 更是在二十年前镇压复活军 大肆屠杀娇人 这件事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 二十年前 我的小队 本来要刺杀巫鹏 却遭到了告密 提前暴露 我就是那时候 作为俘虏被带进征天军 被下狱 被折磨 而我的宗人 却直接相信了巫鹏散播的谣言 没有任何犹豫 就把我认定为叛徒 那你呢 你在哪儿 焦人的血把禁乎都染红了的时候 切兰城每户焦人都被搜刮出来处决的时候 我的童族被当作冲上人人责辱的时候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传说 终有一天 海皇会带我们回归碧落海 但 亭在等 如意夫人在等 可是有的焦人 至死都没等到那一天 加入征天军 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我找到了真正值得追随的人 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这一番演说真是慷慨机啊 我知道焦人最恨背叛 但是我不后悔 你杀了我吧 你走吧 好 下次再见 我会把你 还有你的主人 都杀掉 是 是我的那个小偶人 你 叶欣 你听得到我吗 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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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帮帮帮啊 叶欣 你不要死 你不要死 你再好下去 他就真死了 肃某 你救救叶欣 叶欣他被弩箭射中了心口 求求你 叶欣 你别好了 焦人的心脏长在中间 现在死不了 左拳是我会救 至于你 快点跟我走 对 于是 她很快就会醒εν 那就好 约翟 她怎么样了 太子妃姐姐已经没事了 我 我想 她在里面 约翟 已经没事了 白鹰郡主 你可好些了 我好多了 多谢夫人照料 夫人 我和大师兄 有东西想要交给你 交给我 夫人 这个 你收下吧 这是 九温剑谱 什么 这 这是我在师父处修习的术法 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这 这如何使得 剑谱和术法 都是剑尘门下的不传之秘 你二位这样交给我 没什么使得不使得的 只怪我给晚了 若我早日将眷中的剑技交给亭 他也不会 初入门时 师尊便教导我们 剑圣之剑 虚为天下被侮辱 被损害之人而罢 可惜我们 都没能及时担起自己的责任 兵仪之患 如人当侯 还请夫人收下 是你的主意 怎么 是想收买我们 是他们自己的意愿 我支持他们的决定 优秀 …… 呃 苏母 哼 连封印的口诀都解了 真是体贴入味 苏母 这次桃园郡的灾祸 恐怕只是开始 傅国军还没有做好 面对兵族的准备 况且我们的左右权势 一丝一伤 现在萧右知道了 你回来的消息 难保他不会对兵族 说些什么 这可是见盛之急 如意皆想 成这个情 成了情 然后呢 我们不想拖你的后退 战士们需要力量 而你 需要强大的军队与兵族抗衡 若意皆活了几百年了 也算是阅人无数 那太子珍兰 的确不同于其他控丧皇帝 年轻 我去看看 可我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少主 我们会跟随你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少主 如意夫人 你快来看看 盈夕刚刚醒过来叫了我一声 又昏过去了 还发起了高烧 夫人 我看着左权使像是要分化了 我十三岁时也经历过这样的热症 但远没有左权使这般猛烈 左权使已有二百八十岁 他分化的热症 岂是你孩童时期能够比拟的 是否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这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左权使怕是要变成男人了 交人 不是在心有所属时才会分化性别吗 怎么会 难道 是啊 想必是为了纳身姑娘 我去找少主 只愿她不要生气 能帮左权使把热度降下来才好 什么生气啊 什么生气啊 难道是 是 这一刻到了 左权使选择成为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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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你们这些空丧人 害了那么多娇人 如今颜希也 是你害了她 孙母 我没有 我怎么会害她呢 我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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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吗 你 你说你喜欢娇人 说话 你不会迷伤了她的皮下 她是娇人 你是皇庭持有者 你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戴着剑职 就不能喜欢娇人 这是什么道理 难道就因为我没有娇人好看 连喜欢都不行 不如秀有注注阿爸和娇人阿妈 靖姑娘喜欢西京大叔 还有太子妃姐姐 她当时不也是问了你 别说了 男生是个单纯的姑娘 不觉得娇人和人有什么区别 左全是与她出生入死 她那样喜欢颜希 也是理所当然的 没事吧 只是聊玉术罢了 无碍事 四母 随她吧 自己的事 旁人无权干涉 只要人不会忘记恩情 但也不会忘记仇恨 剑谱和术法的大恩 我必会报答 至于空丧 空丧 那样忘恩负义的种族 还是不要来招惹我们的好 苏母 我是带着诚意而来的 若你我同心 空丧愿助娇人 将龙神从苍无之园放出 以此 接你族千年夙愿 可笑 当年星尊帝和白威皇后 进攻海国 龙神被那印度夫妻 联手暗算封印 如今 解开封印竟然还有条件 住口 至少你不可以对白威皇后不敬 毕竟 他当年为了帮助娇人 立即而死 立即而死 为了帮助娇人 白威皇后 是因为想释放龙神 而被星尊帝逼死的 是吗 喜尊帝 和白威皇后并肩作战 抗力情深 我独遍网事录十一策 白威皇后本纪第十二 一直是空桑皇室继承人 才有资格翻阅的典籍 我一直以为这一册已经遗失了 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 因为这是只有历代帝王 才能知道的真相 自从星尊帝登基 建立空桑王朝后 退居内宫的皇后 和手握生杀大权的帝王之间 已经颇有嫌隙 在很多问题上 都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灭海国是最激烈的冲突 妇人之剑 陛下 云皇战乱已平 为什么还要不远万里挥兵海族 正是因为战乱已平 空桑百废待兴 却国强民贫 那海族骄人落泪成珠 他们的骄傲在夜城一寸万箭 若能把那些骄人抓来续养 空桑之行 指日可待 陛下 海皇与我空桑 曾是并肩作战的盟友 今日为了些朱彩 您就要毁约出兵吗 阿威 等我把海国纳入空桑版图 那最美的胶筑送给您 可好 陛下 若您执意出兵 白之一族 绝不会半嫁左右 白北 你 皇后身体不适 留在东宫休养 不接外客 白族的亲人旧友 也不要来打扰 朕 也不会再来搅了皇后清静 云黄千万里 却却等聚散 沉风半生恍然 指尖重现 情如荒 日月珠潮 西点陪回收着 过往 执着所爱 要何时才被原谅 天涯 天涯有火 某种的云 磨难成疮 含着泪几处 明星的刻骨 下风又别离 多无处 悲欢 沉热 沉烈 轮回着 荼毒流离 心痛将你我封印 封印 青山这云幕 烟雨惹泪目迷离难以 流年的时髦流转着同处难以 万物共百首方能同复